那如果中国的经济可以复苏的话 那投资者应该留意哪些领域还有哪些行业呢 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其实是自从2011年就开始滑落 因为它有一个打压的政策 那些领域从2011年开始一直滑落 如果是因为这个中国的影响的话 我觉得只要中国的经济到一个底部翻身的话 这些领域大家都可以看 那最直接的讲到这个新加坡的一些领域 比如说大众商品领域 比如说传物业领域 从2011年就开始跌到现在 那这个中国的经济也开始一直走下坡 他们的这个股市也一直一直滑落 那至今也是在一个低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两大领域 如果中国经济真的好转的话 可能大家可以关注